喔!來玩這個吧 我想要賺的DEMO試玩 直接開始啦 啟程 好 你聽過唐門嗎? 聽下敵暗器 大家坐鎮四川屬中 享譽江湖術士大 介紹他沒有什麼 暗器 然後唐門中人 全身上校不一師兄起 太快了 路人 蛤? 這個怎麼樣 三師兄 不一不是凶器 有點大聲 調一下 這樣應該好一點吧 說我有聽到過 可是你怎麼突然跟我講這個 他說死不香嗎? 再一下這次唐門中人 單對於老兄有緣 想問問你有沒有興趣加入唐門 不 我只不過是病桌吃麵 快跟我講這個也很困擾 可是說到底為什麼要加入唐門 加入唐門很好啊 那兩人 你可以學一身武功行俠仗義啊 不不不不 先看看我這身的行 這身行頭 只不相忙 就有一個賣捏面人的小販 日子 就得過且過吧 都快吃不上飯了 哪有什麼力氣去管別人的事了 他說 他說 學武功有多好處 有很多好處啊 可以強身健體 強身健體之後你就有力氣了 他說免了 不管別人的閒事自然也不需要力氣 安居樂業很好 我說話是這麼說啦 但是學的武功很威風 東海 雖然瓶水相逢 但我最擬拒吧 你都老大不小了 不失禁許許一個 妥當一生 老是在截火搞方派 那個知老女生 你地上都知道 他說這個這個 他說我就不明白了 你們這些所謂的江湖中人 成天打打殺殺就進突個什麼 就為了威風遏制嘛 簡直可笑啊 那你說的挺 蛤蛤蛤蛤蛤 不過是挺蛤蛤 不過他們風評其實很差吧 東台此言差矣 何以見得 為什麼不問問你自己呢 王你一個讀書人樣 卻 原來是個假斯文 連我一個粗人都 比你明白是 睡不著 知錯人改善莫大爺 說了這麼多話 面都涼了 唉 他們一出馬便害我四人面 我真是真本事啊 他說話可不可以亂說啊 沒得壞我他們的 英語 他說不然怎麼樣 說實話 不然你要打我嗎 他們又想欺負不懂武功的鄉下 不然威風啊 他叫什麼造火 哇三師兄被路人罵爆了 真弱 真弱 結果功敗垂成沒遭到人 還陪著面前讓師弟見笑 應該是森吧 他是唐門掌門的第三清傳弟子 有了 愛意投師 因為年紀叫兩位師兄為長 從前 是志向遠大的讀書人 只因開罪權貴 遠闢江湖 興趣是說書 笑話英才 唐笑天下事 我看到了 這裡沒辦法 南偉三師兄 不是嗎 若在平時 我豈能容忍其他人 這樣欺負我頭上 而唐門正在為難止求啊 小不忍 小不忍則亂到 我個人的龍武 只好摸摸鼻子穿 查查 息怒 謝了四弟 當真是氣善我也 說起來 我都不知道咱們 你們的名聲有這麼壞 是嗎 你是外姓弟子 我應該經常走 出門走動的 我以為你有多少的聽聞 他的那個 再小聲一點 我先看一下那個 音量 我突然沒聲音了 再跳一下 這個大概差不多 他說我出門不外乎是缺柴米油 油鹽醬醋茶 說的也是對不住啊 他們對不住你 哎呀這件事說來話長 怪都怪本門師長照念 你知道嗎 不和三師兄 本門師長照了很多年 不知三師兄是指哪一種 三師兄是指哪一種 哪一件這樣 啊哈 師弟爭讀我喜歡 如今再提也無意啦 哎呀 我想當年拜祿門向當時啊 他們聲勢如日中天 說威風有多威風 那下的弟子 起碼上百 弟子 在練武場上列隊排開 那風景真是壯貨 如今剩不到十個人 還不是祖訓 故事啊 非信唐者不得爭闖 外星弟子如果想要喜得真功 非得勤奮努力才有機會獲得垂青啊 忠信唐 依我之間這種醜陋 偶席簡直是不 呃 蠻不講理啊 天生師長就知道目所成規 門下弟子表面上團結 其實我只仰仗他們的 地派 五甲 五位罢 對呀像我這樣待那麼久 只獲得入門的心法而已 這個會不會太過分了吧 可可 所以他如果改成叫糖火的話就比較好 糖火 他說確實是唐門虧待你 如今唐門外星弟子只剩一個 真虧你還待得住 會覺得自己挺了不起 他說他們掌門從前 會求揚威武林 若風未免太嚴厲 你得罪不少人 胡今他一生病了 仇家眼見有機可症 便 便紛紛欺到頭上來了 這幾年陸續上門挑戰的門派 對方會數 石跟手指都數完了 殺傷這個唐門的不少能手 那群被迫改宗 還有一些什麼 霧核之中 眼見大難淫頭 便做鳥獸善 大家只求自保也無可厚非 黃正本門的威風的重德大任 便繞到我這一代頭上 得了 咱們還是少說牢騷趕快去招人 那我們分頭進行吧 一個師城後 在這裡集合 我一定比這個三師兄更有用 師弟你來啦 師兄你好快 說起來慘愧 我一個人也沒找到 講幹話刺激他 師兄你真是廢物啊 真是無敵字喔 那師弟你的戰果如何 我的話 這個是那個 用騙術吧 他這應該是 也不是騙術啦 就是由你決定 事件這樣 看看一個人沒招到 招到三個人 三個人好了 這個讓ロード喔 三個人 不但沒招到人 還被飛石幫打一頓 搶走的那種錢 怎麼那麼可憐 試了向路別人搭訕的時候 反被勒索了 於是我被帶到一個角落打一頓 還搶走錢 開心 你還記得他的行貌嗎 放自稱飛石幫啊 若想討回公道 就得他們去他們的總壇 飛石幫啊 拜大師兄所施 他說那幫人最近 時常遭本門的麻煩 可惡 雖然本門有點說不起 那個 對不起 人在先 打門禁止 旗下地址再去接觸 但當街打人搶錢 為免太 莫無妄法 有了 我們去報關吧 啊?報關 是啊 武林人便不能報關嗎 別以為光天化日之下 隨便打人搶錢 不用付出代價 簡直莫無妄法 他說 三師兄從前是讀書人 為免太過禦服了吧 這件 這事就算是官府可以管 也原本太丟臉 萬萬死不得啊 他說三師兄我個人吃虧是小 本門名聲勢大 我看是算了 嗯有道理 要不然這樣吧 我們回山上 比報長 讓他們老人家定奪 可能雖然不從錢 搬得強盛 去續飛石幫 也不會放在眼裡 這樣不要啊 這是為何 你又突然大聲 再微調一下 他說 揍迷掌門 小師妹就 不就知道我愛打了嗎 那我以後在小師妹面前 其實不是很沒有面子 那你不是白白愛打嗎 他說 不妨 這筆帳我吃早會逃回的 蛀啊 帶我練成 練 修煉成功 這筆帳就慢慢逃退了 他說君子報仇 四年不完 弟子 你竟然 司力你竟然有志祺 那就硬了吧 不是臉抽筋了嗎 抽筋了嗎 這樣會一輩子變成這樣 說起來天色也不完 今日不論如何 先告一段落 馬上就變演了 我的演藝也是 大概一百分吧 這本武功有點太強大了 應該沒有一個人 可以學得會的 顏面的藝術 我算到了 我的腿都快扶了 對於指電過入門心法人來說 確實這個山路太嚴苛了 但師兄你說他們祖師爺 究竟為何要建立在孤峰之上 這不是自討苦吃嗎 簡直有毛病 師弟你就錯了 根據這個祖師爺 建在山上是有生意的 他說他們三門凝骨 備有靠山 尊子兵法有餘 顯行者我先居之 必居高揚之待敵 若敵先居之 引而去之物從也 聽不懂 師弟平常若你太險 不妨照我來聊天吧 我說的有趣的武林掌故事給你聽 然後順便教你讀書 也好 那時候就這樣拿 我先去禀報掌門 近日的收穫 你早點去學習 些些吧 是啊我明天還要起來做工 如果沒有別的外星地址 萬事唯有養葬你 這些不過是雜事啊 山師兄你的肩上的膽子才中吧 可嘆了 洪廢我致命 放兩支財 卻連一個江湖門派也經營不好啊 想起來我就頭疼了 本門產業都給賣了 光靠現金的引收 連生活都拿 下個月的欠款都不知道該如何還得上 我還得厚著臉皮向師弟們搜繳學雜費 背心有的人也真是不是人幹的 不行我得再精算一些一次帳目才稅 你先不要管這些了 莫忘的來月還有段考 若想成為入世弟子 此刻開始文養補牢 勤家修煉 也許會有一名驚人 山師兄一邊自言自語的走啦 這是難為他啦 俗話說家國興亡皮膚有著 我是不是應該也要想辦法給他們 賺點錢 剛不是才被搶劫了嗎 長門雜魚 太神啦 竟然是雜魚 他是一個答案的喔 就一次性 行動檢視這個吧 三個 這是什麼臉 四月上旬 看看喔 下三 為什麼下三是三條 下三 天內壞的先休息嗎 是 不能下三 畸子房 這是什麼 閒聊 事件 換考 閒聊小師妹 小師妹此刻不知道在幹嘛 他自己的內心OS 大概歇了吧 他說今天沒有見到小師妹 我已經心裡已經快枯竭了 被當下的使喚的卑微日子 所以還能撐得過去 就是為了偶爾能見他一面 不論如何 小操總是能見到他吧 他這個是有點 真的是自己的OS 是 他說本門從前 很多人的時候 我這樣的外姓弟子 連這個地方都沒有我的床庫 支柱在上腰堂門外保的 那時唯有表現得好的外姓弟子 才有機會被列為 派到這個唐家的大院 經常在師長露面 才有機會會選拔陸式弟子 結果整座外保都賣來了 我得搬到 我算搬到這個夢寐以求的唐家大院 卻還是沒有得到師長的垂青 現在也是外姓弟子 還不是他們都是看臉挑人 欺人太深 這太可憐了 他一輩子都沒有辦法 他可能要被打那個 我漂亮拳 然後打一打就 就好了 這個話說回來 本門前輩怎麼還欠那麼多錢 連產業都賣慣 那些錢如果給我 這輩子幾輩子都用不完 多虧三師兄的超辭 仰仗猛烈的名聲 他們大家才勉強虎口過日子 江湖 啊 商下都忙著招人 忘記買了這期的江湖快報 他們都在訪問自己的事情 沒心管江湖的局勢啊 江湖快報 那些大派 天下第一大幫大概是該幫 騎士長幫白煞幫 從前以前他們在江湖上 也排得上 列為三大四甲之一 現在卻發人問盡了 大概每個人的臉都跟他 跟主角一樣 所以才沒落 他不是說那個掌門都是看臉的嗎 所以每個入門的點都太差了 所以最後就是沒落了 這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說這個就是他們過分的地方 外星地址如果得不到師長清垂 直接選拔路 是就得在斷考中地球表現 可如今根本 你別的外星地址與我分擔雜物 我要怎麼操控練功 何況他也演繹出來了 是 不怕門規規定 不得點播外星地址本門 秘籍中的武功嗎 看本暗器總剛我翻來翻去 只看得懂開篇 望行篇 手法和土那心覺一竅不通 再練一百年沒什麼用的 我覺得他還自創演繹 演繹絕 就是用臉部練功 到鏡子 哇要嚇死你擠了 點點點 我覺得我的品貌長得 還不算太差 技能自煉覺醒 其實還不算太差 看久還可以 問吼 是誰 你的意念震撼死方世界 我覺得這個就是最高季節 就是要忘了 我看一下是不是有能力 這邊可以看 就是門派的向心力 門派 他不是說剩十個人嗎 實際上有五十個 然後這是知道有欠了多少錢 開發 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這是你的視為 因為我剛才是想看我的技能 主性調和 精細小師妹 日戀 你在自己的眼中變得稍微碎一點 只有一點點 但是情緒激動的時候會原型必錄 你根本就沒什麼批用 意思是說你只能克制一下下這樣 你的日記喔 繁奇 這個我大概知道 烈傳吧 這也蠻多的 睡覺了啊 睡到幹嘛 想好上了 這個就是 因為他這個是demo 所以他沒有前因後果 然後就是 就是 一個結一個小段 那裡去體驗 所以有點算是已經 開頭吧 不知道是不是中間還是開頭 然後這個有三點嘛 好下山 下山離開 他可以工作耶 消耗 第一代完要什麼等 貢獻度加10 星象減30 什麼叫星象 一秒加一千 你帶著師弟們 下山兜售他們的獨家閃耀 藥膏藥丸 順便採了 採了一些 採米醬油點 賺了不少 勉強過日子吧 你學了不少的生意伎 變得更能說到 能說散到 也自己給賺了一點利用錢 太好了 那我的星象是指心態吧 還是我的臉 我的臉還蠻ok的啊 不是 心情嗎 我心情還蠻好的啊 你看 也還沒變形 哼 哪有菜喉嚨 腦籠人心吧 獎金 後山是什麼 後山 這次叫跳樓自殺啊 去後山跳樓 他說 前往後山砍齋 挑回四門用 不擔心苦淺 然後有個是 為什麼要演的 木偷偷起來練功 我想要去工作 我看一下 會不會摔死 又撿死 我在星象永遠在撿嗎 那就一輩子撿就好啦 他做什麼都撿 他說這是一個苦工 這個陸繼 陡峭危險 踩水又重 但你很好的完成你的工作 日復一日變得 不穩健 身體皆實 太好了 這個很結實 他如果要是你把那個行動耗完 就會那個 要就是消耗殆盡 女子弟子房 應該是小師妹 女弟子房 非法擔任小師妹的保護者 在女子床下從早待在玩 好像有誰在 是小師妹啊 師兄倒 走掉了 小師妹行色匆匆 向著正心躺而去 應該是今天睡過頭 怕愛掌門的藤條吧 加油小師妹 衝啊小師妹 哇小師妹一看到就一百星象了 碰到小師妹看起來 今天是好的一天 小師妹是唐家掌門的千金 本門的吉祥物 碰到小師妹的時候 心情會變得很好 就是膚淺的男人 呵呵呵 被抓起來打 小師妹精卷蹲在床下 震驚的說不出話 你欲辯無恥 而他默默的光上了川 隨即一群兇猛的塔門弟子衝得出來 把你掉在 掉起來往死裡打 呵呵呵 他這樣有那個end的傾向 有點可怕 今天是沒 欸他我沒有消耗完 所以他那個 他就是看那個誰 就是有些事件可能就把今天給消耗掉 最後就沒了這樣 他說今天是每月一次的他們大家庭會議 每月今日掌門便會召集門中長 諸位掌令時齊聚正心堂 而其餘地址在點評之後放假一日 是誰啊 而外姓地址則有同情最資深的陸氏地址 評鑑當月的貢獻 外姓地址聽你數來集合 啊就是我一個人啊 來來來來 像說外姓地址只剩一個人 但規矩不可負啊 你可別怪師兄我欲辅 你師兄評鑑 目前的門貢獻門牌 門檻是50 你本月貢獻是33 你在門中上下奔走 勤奮的姿態有目共睹 大火都敢配於心 師弟偏擾你了 是 是自己門中只有你為外姓地址 你確認把這麼多 法事辦得如此妥當 但他的評鑑雖然不說我心裡確認感激 可是他們都把我調起來 這樣 這是一種感激嗎 謝謝師兄很誇獎 音響增加 下次段考加油 希望你能像入室弟子 能入室讓我們一起練舞 光耀本營 只是那樣就沒人做雜事了哈哈 他的傳道求頭自然之 每回都是說一樣話隱密的 來吧 大家喝酒堵兩把 恭敬不如從命 你看這個眾師兄一起玩樂喝酒聊天 和樂融融 從門清理也變得更深厚 向心裡 就是做一些事情會先做 每個都去玩看看 所以先去正心堂吧 這是什麼 工作 他一個是工作就是幫忙點香 然後沒有什麼功勞 然後一種是冥想 他是安定身心應該是指心像吧 所以內涵 內涵 這也太認真了吧 這個臉 妳眼觀鼻 鼻觀星 易守膽田生獅共 心 心蓄成電之際 內功的修為似乎有一點長氣 大概只有一點點吧 所以他就是 那個可以當作一種 心靈的修煉吧 有什麼 剛剛還有哪個沒選的 養金龍 這個可以 反正他就是上面是工作下面是 可是如果你不工作你的人派攻線就會不夠 就是這樣而已 三師兄 找師兄聊天 抱歉等等 三師兄好像非常忙碌的樣子 不好意思雖然是讓你來 我讓你過來找我讀書但我有點忙過來 他說三師兄你先忙吧 過陣子我再找你討教辨士 好吧稱呼你體諒 他說三師兄是一位讀書人 堂門打書時 先堅任管家帳房 在講經頭可以聽到三師兄所述 談論江湖 奇聞異師 增進 這個學文見門 用到堅設的文章也可以請 來這個找三師兄討教 會防止劇透 本次 試玩中三師兄將被無情封口 無情封口 他說處理不完的 熱物 死理心反意亂 腰痠背痛 天下 每天下班感覺都老死 四十歲 他那個 奇怪他那個好像為什麼我覺得他兩個事件都一起同時做 這是先來後到啊就是 他有兩個選項然後 只是看你要先觸發哪一個但是一旦進來之後就是 好像連續行動的樣子 要什麼看看 破防 要來準備早餐啊 啊對齁因為大概裡面之後我會做早餐 你在幹嘛 他說放了饅頭去蒸 煮了幾顆蛋 再熱了 豆漿油條不可以少 四師兄 愛吃肥滋滋 長文人腸胃不好還是吃清淡一點好了 煮這個粥吧 煮多還可以加料成 油米可香的 點點點 雖然磁場被叫進 那個 火房幫廚喔 但沒想到 真有火支配廚房的一天 點點點 大師兄最愛的 葉兒什麼 爬 爬 裡面放了獨門的蟹藥吧 哈哈 誰叫我 不一 大師兄 第一大弟子 飛翔 好 開啟 不是金大 大金就嚇死 金 中間 哇 變臉了 嚇死了 我說師弟啊 對啊 也太好看 所以 沒有啊 這就是看臉啊 所以如果我可以稱為大師兄就是代表臉比較好看 合情合影 就是 掌門不是從看臉來當強弱人 我說師弟你也吃進過頭吧 整張臉都變得不可思議 倒不如說該 該是受驚嚇了吧 是看到你的臉 你的臉的我啊 他說昨天喝太多了 夜裡未能受啊 睡到火房密食 洗掉早著早著 竟然趴到地上睡著了 奧雨還如此啊 亂七八糟的真相你的舵 好說好說 說有什麼好吃的給我來嘗嘗 幹話對付他 現在立刻就能吃的東西 只有我手上這包強力的蟹藥要吃嗎 啊 放眼世界能比你的臉更賤的就自你的嘴了 不愧是我欣賞的男人 不說什麼被人損罰 開心大師兄你 豈不是天生見骨頭嗎 啊 很 很是很是 我說師弟啊哪天要是沒 要是他們沒了 你不妨 跟我搭上去說 向生討生活吧 你意下如何 你身為唐門第一大弟子 講這種話好不好 沒關係 此 此間只有你我二人 如果我被掌門 責罰 我立刻就知道誰出賣我了 說在你追究責任之前 先阻止你的嘴 阻止你的嘴巴是比較好 師弟我都聽說的 你是不是給非時邦那傢伙欺負 你總會知道 莫非是山師兄 不正商街坊 你一句都在傳 師弟我這打字 他說無論我何 這幫 地痞 這樣不知好歹 竟然欺賞我們唐門了 身為唐門大弟子 我可能不能做事 不管 不 受創的最初就是 因為你去勾搭人家幫主夫人 才能出軟子了吧 此言差矣 和幫主夫人之間乃是清清白白的 也有一個關係 他說你來拐跑人家 廢爺廢爺 他和丈夫吵架 吐 屁離家 無處可去 求助於我 都不給付的 安頓好住處 豈不是 不夠朋友嗎 屁啦 真的啦 隨便你吧 反正我是不相信你啦 天下人八成 也不會信你的說辭 不管怎麼說 他們都是 三大五的世家之一 非時邦找麻煩 也該發帖子 咱們約個敵方 就是論斷是非曲折 吃下賤人鬧蛋變群偶 哪有這種江湖規矩 愛錯了 配人早茶卻不了了之 傳出去本門的點 該往如何傳 如何擺 這倒是 因為我之間 我們該先去吃頓飯 然後找些 嘴巴牢靠的私利 所以我去非子幫 分舵打人 放心 有大師兄在 我不讓你吃虧的 不是那個問題啊 你不覺得這個襲擊計劃有點倉促嗎 怎麼倉不倉促啊 完全是心血來潮啊 別開玩笑的大師兄 之前你才搞出那個醜聞 還下 下令禁止門人去接觸非時邦 你卻心血來潮來偷襲他們的分舵 江湖中人會怎麼議論本門啊 你說話怎麼跟師父一個一樣啊 我可是不愛聽啊 聽著我們當然不能直接衝進人家分舵搞事啊 如果你獨自一個人悠悠哉再跑到他們的分舵附近九世 夜酒莊過你覺得是否會發生有趣的事呢 日期一定是會發生的啊 那鐵定不是有趣啊 說我一定會在那邊被揍死啊 他說岂有這種事啊 既然他們先動手 旁邊那種名正言順的自保啊 這些小摩擦 算不算 攸關這個 門派的民生的大事啊 炎翼喔 所以我才說他 他可以練一門叫做炎翼 清金 自創的內功心法 用臉神嚇人 他說大師兄你這傷難我當誘惡的意思嗎 之類的 這個屁啊 他說大不了你挨個幾拳 之後我不運氣給你做回來變 憲恨就是了 還不要你一定是會運功敵的 到時候我一定打你我反而鼓得了 他說斯蒂啊你長這麼醜 腦子卻很聰明啊 後上的猴子光是 長得很俊俏 論頭腦卻沒有比得上你 他說哪來被跟猴子比較 完全開不清不起來 他說別擔心 緊要關頭就喊我一聲 我關照你便吃了 真的你不是認真的吧 但是認真的走啦 太衰嗎 不不不你的九歲還沒行喔 不要啊 他說要忍耐一下 這重要 你可以自己去紅腦愛打 幹嘛拖我下水啊 找別人可以嗎 他說因為方圓百里找不到第二個兵 你看起來欠打的 他說我看你就認你吧 放心被打幾十下都不會出人命的 不會死也會痛啊 強制呀 太可怕了 他說不出所料 你充分的 他說你充分發揮吸引仇恨的功能 變成包圍來了幾下之後 大師兄立刻帶人來支援 他說幹得好師弟 你如今唯一的使命就是流心眼 流心暗氣 暗氣無言 別不小心掛了 找個機會趁機溜了吧 他說我會被害死的 別慌生有事就喊我一聲吧 變為定啊 一定不會 再來啊就這個吧 我要幹嘛 為什麼要站在中間 飛死盲殲滅的敵人操作 方向鍵翻滾 QWR 應該可以吧 慘了 剛剛是幹嘛 我的Q是什麼 Q不能用啊 啊 登登 後面那個是殺小 一直追著我 你氣危險啊 我等下用我的炎翼殺人 那是大師兄嗎 故意叫 最安全的地方就是 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錢錢錢錢錢 要錢不要命啊 把錢交出來 還好他們死會有錢 那就去敵人的陣地吧 有我扛著 那師兄 哇帥啊 他現在有說現在是DEMO版 所以有很多話都還沒 還沒出來 就是 一種展示 所以不要太當真說這是正式版 因為畢竟也是 零食 就是先放出來的 DEMO版 我賺了620 這也不錯 雖然不是我的 雖然是我出的主意啊 不過揍那些 剛入幫不懂武功 只會亂扔石頭的囉囉 還真讓人心 良心以你作痛 快死啊 他說不好意思啊 大師兄 你剛剛好像提到某種難以釋懷的事情 剛剛有 說你有良心 你有勇氣 可以看著 他說看著我們你再說一次嗎 他說辛苦了師弟啊 他說今天咱們師兄弟 連錫出幾個 大錯非十棒的銳氣 鞠躬盛偉 來插藥插藥 他說你插去物資 麻掉頭上的脫手藥 噴血 馬上就好了 他說比起這個 今天趁亂節不少錢 非十棒的人 錢包實在太不勞靠了 他說那 那倒不是偶然 而是我的傑作 我趁掌門人不注意的時候偷改了本門秘籍 讓本門地址 分子暗器時 專門描人家的錢 他說這個人真是天才 好說好說 這錢就要收著吧 別交上帳 免得非人懷疑 所以我也沒打算上繳 這可是我的血漢情 竟然是他們先動手的 理虧在先 跳響非十棒也沒練造 上門理論 讓這個悶虧者默默的吞了 一切都在你的計劃之中對吧 師弟啊你早點休息吧 改天新血來潮 我們師兄弟二再去另外一個分舵 無法炮自一番 對著這個給你 這什麼 化石問天 我是認死喔 他說掌門規定外信弟子不得 已練本門的進階心法 卻沒有禁止專業別處的武功 他說你底質太差就怕我一回合沒照看你 就被這個石頭給認死 他說本門秘籍是從非十棒 我懷裡順來的 你有興趣可以讀一讀吧 好 我怎麼賭啊 這也蠻賺的啊賺了六百 然後還拿了一本秘籍 你都半死不活而已 他說 我要怎麼練他 感覺好像要去後山偷偷練 還有練單房沒去嗎 看一下有兩個 練功房 先來練功 三師兄早啊 今日一樣你是代操的吧 是我 利吉師傅那一輩是 知屬 佛 非十級上 紛紛以退了 掌門又身體不適 這活便落到我這個幾位 被奮教長的弟子 他說本人應該是紛到大師兄的 但他直到現在都沒有回家 因為他 他把我拽去那個別的幫派幹家 這是信徒你啊 不過這根本沒有人啊 事實啊 咱們最近招募的新人一個都沒有來報告 該是說意料中的事吧 三師兄早安 小師妹 唐莫靈 昌明莫靈 咱們獨生愛你 恍如森林小動物般的少女 性情淡薄 真係 淒眉 從來不想的靈丹 興趣是哲子 這時候小師妹 你也不論 風霜雨雪 無意 是缺席啊 如此勤奮正教人行為 小師妹真可愛啊 這臉不太正常啊 如果 這嬌小玲瓏走起路來飄飄的好像沒有中 宛如雪花一般 純潔又 冰冷 他說四弟不妨把你的掃把放一邊吧 也讓 也幫你的三師兄捧場 可以嗎我是外姓弟子 是外姓弟子 他說平時你餐禁 餐進來一塊煉可能會的人形化 你看現在根本就沒有人啊 他說小師妹介意嗎 沒關係 哇 四弟你別和小師妹站得快去吧 還爽啦 點點點 點點點 嗯那此刻便開始 被攻打 他說你和師妹一起做的早操 你不正派的眼神 不往來回打亮著他 其實他這樣就可以練出另外一個 刀師就是殺氣吧 另類的殺氣 把早操到此為止 接下來就 各自帶開進行早課吧 雖然口號是這樣談的 但是已經沒有能夠代課的人啊 我自己可以 我曉得雖然是門中年紀最小的師妹 但你的天之聰明 天公又勤 我們獨創的天地無聲勢 也 唯獨川你一人 說不定你的功夫已經比我還生了 我不知道 居然不否認 他說師兄有點受傷 那麼你呢 師弟以往沒有特別機會關照你 今天難得獨佔練武才標 師兄陪練 然後 點播你一些基本功夫 他說可以接受 教學 好啊有勞師兄啦 雖然掌門不允許 不過不能失傳本門武功 不過我個人 領悟的武學心得得不在此線 來吧 好功力 看娘親 未招 他說臨陣對敵有如意到 勿須謀定而後動 他說孫子必法 謀功偏有雲 上兵法謀 旗字法教 旗字法兵旗向功成 你要把握的時候哪怕虛張甚至也很要緊 可以嚇唬敵人 卻要反放敵人 白刃夾身 來吧你罵我吧 呵呵 二豪 他說指令 嘴弓 嘴弓可以消弱敵人的氣 額外恢復自身的氣 並使敵人的絕招 指令降低傷害及命中 此而還可以 激怒 心性浮躁敵 第一回喔 第一回 我們的落差也太大了吧 第一回的話就是暗器 吼 他說對招 死死 因累積什麼 因機後而勃發 切勿 這個莽撞的形勢 他說 要瞄準 空氣刺探對手的虛實 削弱敵人的體力 他假裝要講大道 你趁機打過來吧 猛人 消耗自身的氣 痛 並使敵人嘴弓的指令 效 他說根據性行的不同 也會有人 會有人把對手給捅出起來 自己反而心 生 確異的情況 好 正好就是這樣說 他說本門以毒藥暗器雙絕 也沒有練過暗器手法 但是如果 臭巧扔中 當然你可以阻斷敵人的行動 他說接下來向你遞招 你投暗器試試吧 然後他應該要我依序用 結果我一開始就用那個暗器 啥啥啥 我就覺得他一定是騙我 他說沒事之後也別灰心準備再練練吧 一定是騙我 他說是死了 防守千萬別 打中標 對手氣焰 這個仗的時候 他說 什麼 反正就是他準備出大招的時候你要防守 他說三四秀你死了 冰刃不是 不是一堆脫手錶嗎 哪來的哲善 阿斯蒂我將冰刃漏在外邊 但是要給人看的真正殺招卻是 一柄 什麼秀中哲善 這才叫暗器啊 乃如此 他說指令貝咒 消耗自身的氣運氣 抗擊 而免為受傷害 以死微小的傷害 死微小的傷害無效 若成功招架只會根據 性情回復若干的氣座的強力 死亂貝咒可以 獲得同仁額外的招架機率 以及對岸器的回避機率 其實 有點麻煩 別招 我都快死了 很好就是這樣 他說你又把握不法趁機出 渾身解除 以絕招自招 他說三四秀你說笑 要什麼絕招 頂多砍大力一點 他的絕招大概就是 顏面之擊吧 他說無需 這個顧慮吧 儘管我犯檔而來 我接招便是 絕招 消耗大量的氣 發動強大的攻擊 騙死敵人的統能 暗器指令無效 是為逆轉局勢的殺手劍 顏面之擊 喔不是喔 還是用顏面去撞他就贏了 他說不錯不錯 就是這樣 咱們練個兩手 你跟我少放得過來 都快死了 絕痘每回開始 氣菌會自動回復 多寡依據性情 此外指令所消費的氣手 受傷回復的氣 使用絕招的門檻 一根據性情的所區別 戶爾戰術移 移因人治理 他又擋下來了 他又擋下來了 這根本一直被揍啊 他是故意的吧 他準備出大招 這什麼 麻痺喔 行動之敗 喔還會中毒 差不多練到這了 他其實根本就不會出手 他說差不多就練到這裡嗎 剝謝三師兄的指教 他說你毛色盾開 頗有這個收穫 他說小事啊 雖然不能直接當 當地教你武功 像這樣偶爾過招卻無法 下次你自覺有這個 冰淨的時候可以來找我捉摸 小師妹走掉了 郭郭和小師妹共處了 珍貴時光令營這個為之 讓你悲傷啊 六扣啊 他的心情也太浮動了 還有什麼 看看火房去了 念當房 念當房 惡師兄 順便認識一下 惡師兄也蠻帥的 他說你這傢伙來這裡幹嘛 像招屎嗎 這個都好能念喔 他是一個 專門研製毒藥 他說很孤僻 閒少下山走動 故而名聲遠不及師兄 但有 蠟手相公 蠟手公子之稱 人人 敬而遠之 惡師兄好 惡師兄任堂 堂門掌行使 人人都聚餵他 所以願意前往念堂房 幫忙守的地址 這次早死怎麼樣 很好那去死吧 惡師兄心很熟啦 他說要小心為聖比較好 破關了 毒死 種族而死 馬上從哪 直接解釋 他就這樣沒了喔 我想說 他起程是 可以選一個 馬上死亡 好吧那就是 惡師兄再來 PART2 所以我在平行世界又活過來了 我是來工作的 看你的臉我就不愉快 到角落去吧 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是是是 印象減失我 來幫忙卻無遭到惡言相向 使你敢 絕受到傷害 太脆弱 他還可以抗毒 向心 民生 毒藥 就是他其實雖然這邊對他不好 可是他可以把毒給戀了 說你沒有照著毒精所 配方的 制毒 而是一想天開的自創配方 結果 引發了戀丹 房 集體中毒 看你幹的好事 是不是 喔 欸 這什麼 決鬥問號 我自己練到這個 試練啥 練一跳 開發 喔這個是 就是 喔 真的是在煉藥 毒藥 然後這個應該是要一直 一直重複做吧 我猜 單應該就沒了吧 所以他還是可以靠一些其他技巧 繼續練單 反正應該都逛完了吧 這我弄 因為我想把那個 練單 如果要是沒有特殊事件的話就不會有像 他們下面那個之後正常上面那個工作 這樣子 這樣蠻強的 覺得 如果 因為如果要是武功不行就給人家下毒 還要斷自長 喔 我懂了啦 他流程應該是這樣 就是你來這邊正常應該是工作 可是如果下方有個事件應該是 會先觸發 就是可以觸發事件然後再觸發上面 這是工作的行為 這幹嘛 按著唐門暗器總鋼所在的圖譜 冷耐高溫環境鍛鍊鐵器 做出令人滿意的程度 這個好像也一樣 你要做哪一個 唐門制服 這應該是自己的 能傷害加一骰 可以 想一想那有點像是你在為了自己的努力 比如說就是 沒有看看 裝備應該是 剛才哪裡看到這個 對嗎 對呀 這就是我自己的人格 暗器好像沒辦法提升 看一下還有哪裡 暗器 好像就沒了 所以我 每天要去找那個 小師妹 可是這個都直接過一天 埋伏 會掉起來打 喔 他說你以輕功繞至 這個女弟子房後床 秉出氣息 富兒 瑜強 運起了內功竊聽裡面的動計 作為一個人你的行徑實在 實在可以 但無論是 送行統或者是唐門階律之中 都沒有 潛責隱的條例 這是為了修煉這個極高的輕功 被認可的事嗎 他後面後三其實那時候好像沒有選那個事件 自由練功 好帥喔 這姿勢只要不要看臉都還蠻強的 黑起來 就算看不到臉 也會覺得很厲害 所以他剛剛有那個 修煉 可是他剛剛不是還有另外一本書嗎 這個 真實問天 暗器要大於12幕前未成 什麼意思 所以要還要修煉這個 所以他這個都是一種點數字 像我這樣子 等一下 賭性輕功 絕問 可是我好像如果沒有秘籍就不能念 然後最大消費這個是什麼 這個蓮 所以就是要躲起來自己 閉門修煉 說今天是每日唐門的大家庭會議喔 其餘 每月今日 這個不是一樣 又要那個喔 每個月都來一次喔 數來集合 又被扣了 所以意思是說如果你沒有超過50的話 你就是不努力喔 這邊目前的對話都一樣 就快速吧 掌心力 這哇 這個臉都長得差不多啊 難怪都只能當那個弟子 好笑 20 這是什麼 這是最爛的 呵 大師兄教課 他說是我 今天是你的大師兄 他說今天天氣那麼好 我想臨時抽換烤梯 大家 這個 別過招了 洞巢主角又姓趙 這是一種可能 所以我 騎到後山小溪 用暗器補 沒補到雨就不及格 大家說好嗎 啊 不行啊大師兄不要亂來 他們會生氣 我靠其實 三師兄的 研議才是令人佩服啊 也是一個高手 中的高手 他說好啦無聊 那你就速戰速決吧 趁天色尚未早可以去做魚 然後再叫我吧 然後去烤魚 這樣 他說不行啊大師兄就得健考 所以他要對決了 所以沒錯啊 所以就是 我的理解沒有錯啊 這個 這裡面就是從這樣子的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因為臉太醜了 所以才沒辦法 就是 這個 就是沒辦法 就是 成為高手啊 然後所以他這個門 他那個 那個門派才會目弱啊 說大師兄的發言導致上司的鬥志 太好了 我的鬥志堅強 他說弟子兩兩配對開始猜招 也是自身的武功禁忌 有關考核 足以點評 最後終於輪到你 可是好像沒有人吧 那這個更欠啦 平常心不要緊張 挺多輸掉 我輸掉也不是一兩次的事 要多難看就有多難看 沒什麼大不了 他說師弟啊 雖然替你晚期 但是考官在上 我不會放蛇的 你就繼續當你的外星弟子吧 放馬過來 這應該打不贏吧 暗氣 馬上中招 暗氣有點難打中 真的很難打中 他也是一個 那個爛炮兵 真的也是爛炮兵 暗氣的效果其實蠻不錯的 就是因為他會有那個buff 就一直捅吧 雙捅 快死了 他說我要把你搞到 後尾出身的地步 嗚 看我的 哇嗚 哇嗚 他中毒了 啊 唉唷 save 吃我的暗氣吧 還沒打中 他說我這把刀子捅多少 你知道嗎 今天這刀上又添一個王粉 就是 氣力大孔 氣力大孔 痛了吧 他要出大招了 唉唷 save 唉唷 你東西掉在地上 唉唷 是你的腦子啊 你的腦子怎麼在地上啊 你是不用腦啊 再吃我暗氣 差一點 我就差一點打贏了 這是因為基礎的血 真的差太多 我已經盡力了 我輸了 別放心師弟 畢竟你練的功夫沒有我生 長得沒有英俊 天理才奇怪 可惜 說的也是 他說行的把臉擦一擦 下次再來 試的多限制用指教 金像-20 沒關係啊 所有就失了 這代表 代表我的顏面顏意不夠 讓人驚嚇 他那個下山我也蠻有趣的 下去看看 行商 也許我去當個商人 還比較有趣 銀兩家1000 那我這個錢到底可以幹嘛 有點不太懂是 錢到底可以幹嘛 又來了 要看自己的面貌一次 他說今天總算過完了 哎呀好累啊 怎麼寢視迷人 該不會一起聚在一起吃宵夜 故意都落我下來 好難過 四兄 四 他到底是四四兄 好像違約 四弟你在這害我找到 要不要有東西 四兄你找我 他說他是 被派下山下去都說要品 採購生活的任務 然後還會夾帶 獅子賣給一些 東西給 那個 同門師兄賺差價 就是會帶一些非法道具 非法東西 我不是找你 是找掌門 是掌門找我 應該是 是 有是什麼 難道是那件事嗎 是因為去偷看小室內然後被抓 我在正心堂點香食燒了字畫 什麼 被發現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也避免被發現自己畫了一幅 反正狂草不就是鬼畫符嗎 他說弱款 出我來冒充前朝杜甫 那代表他也蠻厲害的 到現在才被發現 他太好笑了 這次我可以笑一個月 他說你先別笑 這次還沒完 上個月 掌門不是命令拿字畫去賣 變賣換 我想起來了 有一幅字畫特別的奇怪 沒人看懂 甚至還請出了 就是 就是 比較厲害的文人來鑑定 結果被你超高價格 買回去研究鬼畫符 就是你的傑作吧 結果我是 碧卡索 對就是我 他說 這件事就當作 你我之間的秘密吧 如果被掌門知道 他一定不惜請家 彈產要鎖回 那符字畫 好 他說直接利用錢就收著吧 怎麼都別收了 就把這個秘密載進墳墓裡 就去 正星堂 我還可以拿200塊 這個 代表的話非常的厲害 我們又來了 我們這麼多人 等下12345 好像少一個人 原本應該照有說要 還要一個人才對 他說就是你沒聽到召集令而已 本門堂門會議破例召集全弟子 想必掌門有重大事要發布新的 你正好就是了 我要入座 他說他們會議 這麼多年來我第一次參與 他說大家都來了 剩下就一點 他說這個是掌門 忌惡無仇 成列武林十大傳奇 可惜 中年過後身體 大悟從前 他的飛燕流星什麼 稱為絕相 沒有啊就他女兒啊 那個小師妹就是他女兒啊 所以他才姓唐 提兵掌門 除了大師兄以外的 外姓地址都齊了 但地圖又到哪裡去晃了 不是說要全 門下地址全集合 被他當我說的話放片嗎 他說掌門息慕啊 大師兄雖然形勢不拘小邪 卻向來敬畏掌門 若無特別要大事絕對不會無故出息的 冒放掌門的威嚴 我怕是事出有因啊 若要責罰先聽 聽他辯解吧 他說他在花月樓 二師兄 二師兄窩裡反 他說花月樓 是怎樣的門派 聽都沒聽過 那個不是門派 小師妹把耳朵捂住 為何 他說小師妹今天可愛的要命啊 他說自己他又來了 他為什麼每天都要講一次啊 而且只要他出現一次我的心象就自動增加 這是什麼 特別的 功能啊 他說依我之見 他們最強的暗器不是掌門的獨門 絕技而是小師妹本身啊 他可以完全用可愛之麗莎的 害人的心臟瞬間停止啊 武功再高也 防不勝防啊 不行我得收斂一下我的眼睛 再這樣下去我因愛導致 暴體而亡 你再做一次 灰樓是怎樣的地方 氣肉吃飲 他說本 本門從亡 危急之秋這個 溺土降跑去這個風月場所 玩的我要被活活氣死 他說掌門息怒啊別動氣 無論如何要保住身體 還是自己的女兒貼心啊 說枉費了將你大師兄事務擠出一方賠財 不由得我不氣啊 他說不生氣了 貼不氣了 那好 在這個小師妹出馬就搞定了 他的病就好了 他說召緊你一等弟子 我這個用意無他 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開門見上說吧 他說我們沒有錢 他說我們他們主要就是 星堂外面掛的餅 寫著四個大字 這大功能 指著我們他們慣用暗器毒藥 手段 卑鄙英恆 大家以為如何 余劍不止一提 真是冤枉 其實我們何時 暗中傷人過了 總算 就算要打架也是正大功能送出戰帖 胡說八道 用刀槍棍劍 也不見 得為人處事就如此高尚 乎兒們所言勝之我心 暗器說穿不過是一種兵器 與刀劍無 不要雖毒卻尚有 解藥可救 比起一下 一刀子一下去就沒有轉於之地 刀劍更為人厚 聽氣本來就無分善惡 看使用者的正行 當年我猶未接任掌門 兵性 什麼 胡躁 半點容不得這些貶低 唐門的 難聽話語 但聽說誰侮辱唐門 就哪怕千里迢迢 會照著 這個挑著唐門的大旗去下戰帖 他說也不知道信還是不信 至今未常敗 也因此江湖 能夠得罪的人都得罪光 如今老人來想想 是 是我禮窺居多 他有自覺 這個 心裡還要 他說如今我已經 年脈了 尤其換了這個毛病 身體已經大不如前了 他說 說本門經歷什麼 空銅點倉的 蘇大派高手 蘇大派高手 陸續發來戰帖 元氣大傷 是我們祂們祖宗欠下來的救戰 我們不得不還 如今連一些不入流的 小能派幫派 竟然還想撿便宜 甚至還 欺到我們祂們頭上了 他說讓我年輕 在年輕個幾歲 就一物乎風的把打爛了 可惜如今這個 我不得不服勞 恐怕也不行 就是為將這個令牌 掌門令牌 交出他們 幽遠的歷史 遲早會毀在我的手裡了 對啊 我其實也在想應該是他 他搞的 你們需要一個新的掌門 登高一呼 帶領本門 從政 這個門放了 他說我的天啊 掌門這招退位了 真是突然不知道掌門有益存給誰 他說大師兄 自小跟著掌門 入門最高 武功最高 說他盡得掌門 真傳也不為過 但是他說好聽是 瀟灑不羈 說 難聽就是放膽 不負責任 恐非是掌門制的 材料 他說 說二師兄 論根古天賦的話 恐怕略遜與大師兄 半醜 可是但他擅長自毒藥 單論毒素 二師兄的罩子恐怕已經足以 與掌門並駕齊 地區了 可惜他性格陰沉 人緣不太好 那若當咱們大活得皮繃緊一點 最主第三順便也只有大三師兄了 他說三師兄從前是個讀書人 名落孫山之後一番心靜轉者才氣文學武 他飽讀私屬月曆豐富 在江湖上 也是瘋平上架 壞就壞在他太晚起步了 意思就是年紀太好 他說他前頭還有兩位天才 三師兄自覺終身也不能念到他們一般的高度 從此荒廢了武學的禁忌 這也太可憐了吧三師兄 我個人自己 我自己 也是支持我自己的 如果由我接任堂門 我就動用咱們權威 強逼小師妹下架給我 他把性的話真是講出來 他說我 本來延續堂門香火的一等一的大事 點點點小師妹嚇到了 小師妹似乎憑藉的本能感應 到莫名其妙的含義 他說除了 你們無須擔心 既然能選為師兄 早有定見 在你們一輩當中 當數不一 什麼 他意思是說他的 大師兄和二師兄 最為傑出 雖然 性格雖異 但也是動良 此外 這個什麼 他現在在講的就三個人 第123 三個師兄都有肯 他說 求掌門千萬不要這種害人的想法 他說我自己有自知之明 本能 幫趁掌門 打點所事就可以了 萬萬擔任不起重大責任 他說即使如此 依舊是 即便 你其餘地址還是 致力太前 不足以 這個擔任大任 如果如此的話這個勢必落在我的大師 大師 大弟子跟惡弟子其中的肩上 他說我今晚招呼 召喚你們死已經決定了 周江掌門之位傳語不疑 二師兄妹上 那個混蛋小子行進 他說 反正掌門 這個掌門號令維爾鞭峰 莫無尊掌 德性欠家 實在不足以 以仲實弟子為表率 所以傳位之士先暫時保留 他說掌門事關重大 敬請三思 哎呀 這下大師兄可衰啦 他說 事關重大我怎麼可能不 好好考慮呢 攸關唐門的心衰死存亡 也攸關我女兒 終身托付我請不能三思 剛剛掌門說什麼 他說不疑是我和你們已過世的師娘一起都大 太大了 他腦子想什麼 為事最清楚啦 他說這小時候從小活潑向外 天之年少輕狂 心性未定 就沒有 這個 聽眾沒有責任遏制 有朝一日他若負擔有了家事 自然就會落地生根 哼 是不是說我翻天之百名還是要把掌門之位交給大師兄嗎 哎呀 二師兄的表情真恐怖好像要殺人一樣 我的臉更恐怖 然後這個用我的演繹殺了全部的 他說我這樣不疑事無幾出 他若懂得資恩圖報就 應該以本門為念 他說靈兒下架於他 不疑的心變會藏流於唐門之龍 我的心想已經快要爆氣了 我乾脆現在就首任長了 他說靈兒為夫 將你許配給大師兄為心說好嗎 疊疊疊 我不知道 他說你不喜歡大師兄嗎 他五一高強 清秀俊朗 蝦鳴遠步 與你自小出入雙對 出雙入對 那不是很好嗎 我真的快爆氣了 他說我不知道 他爹你問你願不願意 沒有 他說 靈兒聽爹爹安排 已經領了 他變好你有了依靠爹才安心 他說 還不懂得等成婚以後自然懂 我要 我要領悟最終奧義了 然後隔壁的說你不要亂動 他說你怎麼回事表情不正確 啊生氣啊 早就知道了 小四妹那樣天線一樣的 我知道會嫁人的 嫁人絕不會是我 因為我很醜 公共卑微 就大師兄那樣的少年英雄才配得上他 配得上他 嫁給大師兄他會幸福的 他一直在 他現在開始心裡的OS開始 整個都念出來了 一直說別人好自己很糟糕 他說 無論天道人心都不公平 臉醜錯了嗎 看來我只能把別人的臉巴下來用貼在自己臉上 這樣 他說心想師弟現在掛掉也太早了 那師兄 快你還記得我啊 跟著點師弟就快結束了 蛤 哇 迴魂啊 他說這是哪 我是誰 他說師弟 可醒了 師兄 他說這有盆水 照照鏡吧 水中的醜了 你可認得 是我 好靠北喔 他說認得就好 爛貨 人沒死我要下傷了 這個整費趕快獻解吧 沒得商量 哎呀 這大夫這整費 奇怪為什麼我現在錢突然變超多的 是我看錯了嗎 我突然有7000多塊 為什麼我記得我應該沒有賺那麼多才對 我說獻解沒得商量 他說師兄啊你可醒啊 你睡了三天三夜 真假的話說各位師兄是誰 我好像沒見過你嗎 他說你當真先別開玩笑的師兄 他說先跟我 去掌門禀報啊 你醒了 他一聲 歡喜啊 他說不必了 去去我的外姓弟子 三天兩頭都淚暈了 從來沒有 勞房掌門單有 外姓弟子那什麼玩意啊 我穿越了 師兄他怪怪的 快去把大夫請來吧 他現在已經在做夢了 知道了 這一定是夢 他說不用了 與其找 大夫掌門 跳步 新人勸小師妹過來 看一看 我這個 我的匿馬就沒毛病了 點點點 快去請大夫啊 說師兄已經瘋了 你忘了 小師妹早已出嫁了 這一定是做夢 我是睡昏頭啦 昏昏餓了 小師妹已經嫁了 是啊 已經嫁了 那日在正星堂 他們說要將小師妹取配給大師兄 簡直像昨日一樣 他說你該放下 反正都是一廂情願的 小師妹嫁得好 你不會要 這個 開心嗎 是啊 他嫁給大師兄沒有更好的 小師妹 他說師兄在說什麼 大師兄早就過世啊 什麼 他說正定點啊 師兄 你身負重傷太過激動 說不定傷口又裂開了 見過帶掌門 你們先出去吧 看來他一睡就 睡了好幾年 從日子算一算 他已經過了 三四個月 他說帶掌門 三四兄你才掌門 我記得昨天 你們說你才當 不想當掌門 發生什麼事啊 他已經過了兩年 你水溫頭了嗎 兩年 你是不是在耍我 師弟啊 咱們很久沒有切除 要不要去練工廠 走個幾道 他說現在不是做這種事嗎 這個情況 才不是做這種事 走吧 看來我應該走火路 發 練了絕世武功 說三四 三四兄就算你要指點我功夫 光天化日之下 練我場是 我太過招咬血 畢竟你知道 外姓地質不許增長 他說無法當作活動經骨來吧 我的能力爆強 我真的覺醒了 這才是我真正的力量 不過他也太強了 為什麼數值直接爆增 看來走火入魔之後 讓自己的功力大增 他說你不覺得 我們應該先停戰好 讓你回家 讓你嘴弓 讓你回家去跟老母道別 怎麼回事 我力氣好大 怎麼回事 我好像知道怎麼作戰 這真的是我的記憶嗎 我知道了 應該是他大師兄把武功傳給我了 接著來吧 我在猜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是 應該是 最有可能是這樣 現在變超強 不過 要說強的話 喔 怎麼那麼痛 結果還是打不贏 重點是因為那個 三師兄真的也變太強了吧 他也進入了這個 兩年之後他的武藝也提升非常的多 真的好難打 我算變強但他也更強 就到這為止吧 活動一下 疏火血氣 覺得腦子清快不少吧 點點點 事好都想起來了 他說大師兄二師兄已經不在了 他說 掌門癱瘋瘓 臥病在床 三師兄 臨為之密 受命於代掌門 他說 師妹嫁給一位 生命 賀起的少年英雄 他大起之日 我躲在棉面 哭得像兩萬事 我都還記得 只是恍恍惚惚 好像 夢一切不是真的 像是在築別人故事 彷彿從今日 開始接手 別人走過人生意 他說你日前 在本門出戰空童 在 金屋上人 顯勝一手 卻被他以獨門兵器 重瘡腦門 大看並無大愛 他的真氣卻串 串入你體內 使你中 日昏昏沉沉 如夢如醉 每日你放後 不久 便睡 我只讓你厭倦 其料你睡 變三天 三日三夜 恩 金屋上人 通通派哪位 我竟然打贏他 簡直離奇 他說可不要說喪氣話 給 第師妹聽見 你早已經不是從前的外姓弟子了 他說他們沒教會你武功卻 自有其欲 如今已經本門的 重量之財 聽起來真是像個笑話 這分明就是我從前 沒日幻想的情節 我還是外姓弟子 曾日幻想自己有 早一日人 出人頭地 武功高強 但是扁閣眼尖 瞬間來到今日 我缺一點都不快了 師弟你還記得什麼 還記得武林盟嗎 記得本門面臨什麼威脅嗎 武林盟 恩我記得 他們是正道 武派三公 二大方的聯盟 一經成立 變 雷利風行 找當各地魔教奮鬥 去 去年見面了魔教之派 師派因草入 而今 正敘事待發 準備 一舉歼面 他們 正式 他說我們徹底 被當成魔教之派 跳進黃爾也洗不清 完全不由分說 是啊 縱使最初這個良子起出於誤會 讓本門錯過 至親的時機 時間殺傷的好了 如數 與各派結下不解身仇 我們早已 已經不冤枉了 他說幸好小師妹嫁出去了 榮算寶珠的性命 不至於白白斷送一次 他說你能這樣想這太好了 我只是自信七人罷 還能怎樣 師弟 幹嘛 我有一言 不以 代掌門的身份 而是以三師兄的身份對你說 可別勸我下山 隱姓埋名 苟且偷生 他說你仰慕的人已經不在這裡了 你從前不是老說要是沒有湯門 湯門沒有小師妹 你片刻也不想多留 這是從前 誰讓你們不把外星的地址當人看 當日死亡我 那三師兄 你為何我又不走 他說進人事聽天命 咱們舊日不是常說嗎 夾者不受名利所牽連 但求 求無愧 於是我已經看見了終點 也要挺著 胸膛把這個路走 他說無序多言 我奉陪到底就是了 好啦 這也跳太快了吧 但是 這穿越太 他說 突然地位變高了 反而不自在 倒不如正好平常 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日子上過吧 這也跳太快了吧 但是我覺得這個好像是只是其中一個 結局吧 那我現在我看一下我的能力是什麼 還是欠錢一千 這真的不是在做夢 我始終覺得還是在做夢 但是他的能力 有稍微 多一點點 自戀的能力還在 自戀的能力還在 太好了 唯一沒有失去的能力 唯一沒有失去的重點 人物沒有變 人物沒有變 人物 你是 人物屬性有變 我的輕功不知道為什麼變 變多 唐門醜俠 真的耶 這什麼 好想啊 星星 這樣沒有什麼變化 所以我還是正常度日 就繼續列達 我為什麼要先去那個 女弟子房 先去看一下有什麼發展 有小 我想說為什麼錢突然變那麼多 還是因為你算一算美日的月峰 然後再 加一加就超過那個錢 喔他那個能力值變好多喔 直接飆升 這是高手中的高手 這能力真的 好要去那個 女弟子房 沒有小師妹的地方 點點點 你對著女弟子房 一言不語 心緒湧如 兇湧如草 從前我會蹲在 女弟子房外 懸崖的邊上 浮在小師 床頭的床下 那時我輕功 要想不被發現 發現 非得從白天蹲到晚上不可 我信他從來沒有發現過 他說小師妹睡前 會點一盞小燈 在床頭 折上 折子 有隻折是青蛙 飛鏢 但多數都是 折子賀 知道了之後他會開窗 許願 將這個子賀 投入幽谷之中 他可不可以去撿拔 如果我要是 重生要入谷底 能找到他 從前 投的子賀嗎 真的跳下去了 你看到了嗎 那個超醜的師兄 一直在看女弟子房 讓人毛骨手男 師妹 該不會以為他在看你吧 是嗎 太天真了 他盯上是我們全體女子的爭吵 天啊 真的好可怕 所以女弟子房的梁上才會有選有求救靈 一旦有事咱們變發暗器打響 那個鈴鐺 正心堂中的呆 咱們就會立刻前來相救 原來如此 女弟子房 該在這個正心堂旁邊用震聲 他說在你不知道的時候你的風評下降 這好靠北喔 這什麼 他真的跳下去找了 他說師兄你怎麼在這掃地啊 喔不是喔 他自己掃地 他說看這個地板有點髒 我把路也掃一掃 免得下起雨來爛 那好彩的說不定會滑倒 他說這種雜事應該要我們吃地來代牢 你去休息吧 換人掃了 地子一把搶過來 把那個什麼 套把搶過來 當場掃起來 那就拜託你了 你怎麼在這煮飯 師兄啊你怎麼在這煮飯 也差不多是吃飯的時間啦 他說下廚做飯這個雜事怎麼勞動你大將 他說金閣是輪我長廚啊 他說師兄還是去歇歇吧 要被趕走了 好吧拜託你 是 師弟你在這啊 嚇到原來是你啊三師兄 在這做什麼 不知道 不論我做什麼 都會有衝出來搶我的火 感覺真古怪 在唐門這麼多年 傳媒這麼閒過 以前我還曾經因為 偷懶被人 叫到後三別過 講是你 師弟師妹 欽佩你 才為你搶著做笑 好吧 不是總是抱怨雜事太多 這難道不好嗎 他說我做的習慣了 一天不做 感覺渾身不對勁 我也確實不想做 心裡亂找找的 總覺得 很想不講理 不亂發洩 應該好適當的歇習一下吧 老崩嶺擺脫了外星地者身份 別自己 鑽牛腳尖了 你對本門的貢獻有目共睹 反正會講閒話 他說十日不多了 愛做什麼 便做什麼 他說我知道看著罷 他說十日不多就是意思要被滅派 他說長期處在過大壓力下會使人遭遇 久了久了日脾氣變得暴躁起來 心浮氣躁對 修有內功之人是個大忌啊 事情搞砸可能性會變得 因為他沒有那個 他沒有那個 他沒有那個 小師妹 所以他唯一能讓自己的心情變好 應該只剩在這邊 但是只有一點點而已 好像沒有什麼事 看看有什麼 歐三喔 他說今天不想工作壓力很大 他這邊會寫說他現在要想要幹嘛 再去那邊找那個三師兄聊天 可以閒聊耶 還是老樣子 他說我能想到辦法都試過了 說李大夫也來了好幾次 是師弟甚至不惜重金 延請明醫 要死亡救 這是掌門一世英雄沒想到落入 落入這個情境 他說我也不想 說不定 我也想說掌門有一天能神智清醒 只是口不能言 視之不聽死亡吧 有多難受啊 他說也許掌門情願一了百了 勝過癱瘓在床 你與三師兄相對無疑 不勝唏噓 他說現在的掌門就是 已經癱瘓了 意思就這樣 他說我自知德不配位 無論武功聲望都比不上 都不會在我頭上 只可惜本門 福伯 大師兄一年早逝 我才臨時代為壽命 是不想當掌門的 卻當掌門 真正是造化弄人 他說可不是嗎 當死時事舍我其誰 若不挺身而出 只怕唐門就要閃了 辛苦你了 也許唐門在更早之前就該閃了 心中的OS講得很正確啊 我覺得他的OS都講得非常正確啊 他說我現在腦子有點太清晰啊 像是 他是在讀別人的故事 正是 我總是擔心有沒有什麼重要事 忘記若有還請三師兄提點一二 這樣的話 重要的是 這三個 空同派的四位姑娘 哎呀這個還蠻不錯的 他說梅蘭珠距他們啊 是啊江湖傳言 他們四位都嫁給空同新任掌門的 你可聽說 從前你看挺妙好的 我怎麼覺得根本就不是 這個是不是在做夢啊 他說也警憲當死 他們四位姑娘說穿了 愛的只是未愛的掌門 沒有灰心就好了 故其實多少有點打擊 感覺他好像是別人的故事 他都 為了對抗魔教有人主張 政道 分則若何則強 於是 除雀少林全真 剩餘的四大門派 聯合南攻四家 蓋方陳列武林 雷蒙聲勢極其浩打 短短樹葉 碾壓全真教 多次向這個 魔教發動回教 攻破地獄 號的陰巢 更將白薩幫 逐出海 遠壁東陰 遲早會攻上這個六道俠 徹底見面魔教 聽起來是個風功偉業 對為什麼 我們會當魔教的 黨羽來看 覺得其中有些矛盾 恐怕是有性能刻意栽贓 我偏生有 有 偏生有如霧裡看花 怎麽也想得透啊 以方自正 清白為國 法越渺越黑 本門不少地職 命上能手 亦殺傷 不少正派人士 早已劫下不解之仇 還是這樣 切磋 這個切磋怎麼打都打不贏 兩點 我覺得不知道幹嘛 這就 去修煉好了 我想看那個修煉到最後會變成什麼事 他完全沒有內功也很怪吧 升級的時候是前面的屬性也增加了 真的 真的耶 其實練起來效益真的超慢 還要怎麼可以做呢 電單房 去看看那個 赫師兄的遺物 沒有 我的心香快爆了 我該等我們回復 他平常都是靠小師妹在努力的 他這個 這個毒應該是附在暗器上的那個毒吧 所以才會有血毒跟神經毒 下山啊 生氣了 下山去看看 還是只有工作 1000塊 下山永遠都只有1000塊 倒不該來了吧 他說 他說 師兄 帶掌門 讓我換你過去 速到正心堂 會議就缺你血了 他連忘了 就去 師弟你來啦 又在睡爆啦 嘿嘿 他說 那我們約會開始吧 慚愧我才 書學前 得不配位 但 帶掌門一直實在汗顏 帶掌門 看場面話就免了吧 時間就我們三個人 還是軍情要緊 說的也是啊 那就直說 好不意外 武林盟正向本門宣戰 他是不是宣戰過了嗎 上次是繳文 這是宣戰書啊 聘中指12月15日 圍攻堂門 阿光我們 還在這機幹 冬至回家吃湯圓吧 也有吃的 我要吃 下次就這件了 兩位師弟有什麼事要說的嗎 有嗎 菲石幫找 菲石幫老早就看著掌門不爽 大師兄過世消停了一陣子 還算安分 可是最近又 酷太 富猛了 故意老是找我們挑釁 他說我下山 下山跑上才滿 也經常碰到菲石幫 往往都是花錢消災 請他們 喝茶 陪笑 勉強無事 只是他們最近的行徑也未免太囂張了 副索不止 還陣仗光搶我 兩年要請全街訪喝酒 於是我一怒之下 便失手打扁了好幾個 還搶了他們的錢包 你搶了他們的錢包 他說現在菲石幫很生氣 馬上率眾來尋仇 這怎麼回事 你還嫌我們的命太長嗎 這下還有辦法活到冬至嗎 他說有說菲石幫是那個專門 派遣能力來做出攻的菲石幫嗎 不就是個龍蛇混雜的九流幫派嗎 何必有什麼大驚小怪 師弟啊 我還 我還到你已經徹底回復記憶了 他說菲石幫龍蛇混雜是真的 但若有1萬條龍 10萬條蛇混在一起 你還敢小瞧他們 咦 他說這兩年 菲石幫黑白兩道皆來者不拘 急速擴張 單論人數甚至更惜 更勝昔日的蒼幫白砂幫 僅次於蓋幫而已 少說他們有數望幫眾吧 早已今非昔筆啦 真的假的 我的天啊 哪還有假 一波未平又一起 一波又起 我怎麼這麼命苦啊 就說我不想當長人 他說我總以為你說是客套話 你喜歡我立馬藏位給你 謝謝不要啦 他說即使如此還是怪不得四四兄 他這個選擇就是跟你講說你做什麼選擇都會更有更好感 會有變化 說即使飛時幫金飛喜比又怎麼打不過呢 他們說穿就是看你若貨才敢親你頭上 人生在四螺 臉一口氣 真不得 那不早 超死早超生 我的好師弟啊 就知道你會挺我 話是不能這麼說啊 我是先看著辦吧 不能怎麼辦 他有四件 所以他你貢獻度 我就是看你要怎麼去處理這件事 怎麼還有段烤啊 這個還蠻有趣的 頓存喔 綁客為主攻擊飛死幫 有了我們訪客為主 在這個被飛死幫打之前我們先打爆他們 在何初始言 當此之際應該 休養生息 被五靈猛的圍剿才行 被圍剿這件事根本不需準備 反正死定了 這說得有理啊 如果以前大師兄還在的時候也經常說要是時候敲打一下飛死幫 否則他們長大長外子還不得了 他說 當時我還覺得這個人在說什麼鬼話 現在放眼看來大師兄確實有仙劍之名 他說蘭哲他們人多難免 這個 餐吃不起啊 正正武功高強只有幫主 職工遠一人啊 我們稅中 雖然精英騷擾他們的奮鬥 肯定所向皮靡 我們先殺他們的措手不及 脆脆 錯錯這個飛死幫的銳氣 那些幫中不敢再小瞧我們討論中 規法激怒他們的幫主 十公元 要是他一怒之下 碎中攻三種 他說我料定他們不敢的 他們若不奉武林盟的號令 三次向本門出手 到頭來不免得罪了當今武林盟主 下一個倒楣就是飛死幫 這個好帥喔 不能只有我我死啦 我即使要死也要拖別人下水 要死一起死 好卑鄙的手段 我喜歡 我喜歡 你們兩個 哎呀 旁門迷生我一擊 不過我雖然會參戰 但不會出手 為何有你出手 這個非聖券在我 不僅如此啊我還會東躲西 醜太壁了啊 令這個 四弟妹們失望最多護他們一條小命 就是 這是為何 他說四弟妹們入 入食 護門十日上前 不覺得讓他們一起復食很可惜嗎 你這樣被這個非職幫打傷了 日武林盟殺之大家送 想送死也沒那麼容易了吧 我跟人家拼命就不會也沒命 林盟那群所謂的大俠最基於天下人悠悠之口 自重名聲 對手 當是 越重他們下手越能 容挺 我會輕易取人性命 四弟 你確實是來新人後的好了 因為這回事 我是壞人這件事情我有自知自明 只是比較照顧自己的拔 拔就應一所及言 我們去非聖幫分舵導彈吧 於是你率眾對非聖幫分舵 發 發動了脆不及的 脆不及防的猛襲 大師兄你看到了嗎 我帶人來砸你仇家的場子了 就是那個祭那個大師兄的 唉唷他們有boss 我的臉還是那麼帥啊 我還是只有一招 很帥 我也沒人幹嘛 我頂多就是 去 就是當嘲諷人員 我的臉 我的臉原來會變 這是什麼意思 被追嗎 有了 哇 這是什麼 這是螺旋王嗎 這是什麼暗器嗎 喔 原來這是補血的喔 我覺得我們快輸了 所以我是要去幫忙擋 還是我要去我們的 裡面丟那個補血啦 哇 吃吧 吃我的一補 我還有丟一個超大的炸藥是傷害 都是把自己的給炸死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到底要怎麼戰鬥 完全是問號 出 屁啦 他那個戰鬥真的是裝炸自己 這樣剛剛疊了 完全不受控 我全都要死了啦 怎麼打 應該是輸定 他會有一個大骨子 這我的技能好少 那個應該都只有有情意 一派徒弟 飛子幫 主 一如所料 一令氣的牙癢癢 牙癢癢 卻忌憚無靈 不敢輕舉妄動 是 只能由你 導彈商人搶錢 給他們出口惡氣 這個是 是固定敗的吧 反正就是為了 為了傷而 就是受傷而準備 我覺得那個斷考好了 好像有誰在 沒了 只能 只能突發實踐做一件事情 不要浪費人生做 做那件事 我的人生應該要花在更有意義的上 我想理解他的那個 他的這個武功到底想要怎麼發展 所以他第3個屬境是要滿級才會出來嗎 有了 避難額外的暗器 所以他 他這個暗器是 反正就是你把他練滿就會有一個能力 不知道小師沒正常 我已經沒有小師妹啦 對 已經沒有什麼好失去 現在死牙板要拖下水 像這個就是全方位能力吧 長集體力 把他練滿好的 因為我覺得最後 就只能靠自己 嘴砲功力 武學為什麼武學好像 到底有在增加還是沒增加 倫語喔 這應該是嘴砲專用吧 他這個有點像是一個瓷 那個叫什麼 有點像是 一種 靈感瓷的那種感覺 就是 你要累計定量再來修煉 才會有那個量 這樣 有什麼火房 我都去過了 港金閣 就我去看看好了 也都去讓我看看 工作 貢獻度 那星象真的是爆了 好像 好像沒什麼重點 再去打那個 烤勒神的斷智場 他這個應該就是幫助你這個戰鬥中的 總傷害 比如說防禦是 至少先把敲出一擊 獲得一點能力 就是 最糟糕就是我覺得 要練一點 然後暗器的話 偷射 為什麼他有平射 命中補陣 陷阱是什麼 煙砲 有這種東西嗎 我覺得他是我的東西 至少要點一點 因為獲得一點補陣 比較有用 有些可能還影響蠻大 差不多要12月 把最後的一本書給練完吧 最後一本書 我昏睡了兩年 只有 原本的書 然後也沒有內功刑法 這才是最奇怪 水砲 差一點 要準備迎戰那個 12月了吧 點點點 從前他們還那麼熱鬧的時候 大夥常常去那後山玩鬧 喝酒 抓西魚來烤 碰三哥玩水練功 多半都是大師兄帶頭的 他們很頭疼 嚴厲禁止 大師兄都當作耳邊瘋 小師妹常裝作不知道 一眼步 發了默默跟過來 他幾不開口討東西 也不跟大家這樣一起 只是安靜的等待著 在我問他表示 他才會眉開眼笑 他說選極又努力的收斂表情 拿著烤魚 惡良的 小口小格斯 這是太可愛了 他架的時候是 是 他架的是個不適 出的少年英雄 財貿武功都剩我不知道多少倍 他遠離家鄉不知道會不會想念堂 做點四把 13 哎呀真的是練功了 你心反意亂 不足不快 隨意拉開了架 是打起拳來 一直 以子作劍 以掌劃刀 以腿為變 以軸為垂 吼吼吼 他說本門的唐門案 一種綱 是不傳外姓地址 雖然人手一本 但若無司長親自撥點 要講虧的 訣竅難如登天 像我這種爹不疼 娘不愛 就只能自己摸手 他說不過我翻來翻去就只能讀懂忘形篇 怎麼還是有忘形篇 他說 沒想到後來 連方其遇竟然竟教我倉物的武學的奧秘 雖然不死暗器 我卻能以忘形篇 使用天下各家武學 既不居於行 亦不會有貪奪 絕不辣 不過雖然是如此 我獨自修煉 始終會碰上瓶頸 四月以來 境界緩慢 要說和三師兄 四師兄拆招吧 他們的路數也會磨透 再練也有能突破 現在小師妹還來了 他說 不是喔 是 另外一個小師妹 是吧 說莫靈妹子 這破亂 胡亂筆劃有什麼好喬的 亂七八糟 完全不成路數 就連我這練幾個月的功夫都不太行 因為我說他 你都嫁人 人父了 別想 別成日想著 五刀弄槍 在家相夫膠子才是正經 你爹從前叫你的五學妹 沒得耽誤你的人生 小師妹 點點點 我回來了 我也回來了 不是在做夢吧 你怎麼回來了 怎麼還穿 穿著從前的衣服 不是我是吧 現在你真好 早在對那邊有腹之腹 面露垂眼之色 從南 別人回娘家看看 你倒還要義務告訴你嗎 他說我們念舊 穿舊舊衣服 跟你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想回來了 真是太好了 我私常掛念你 別人家沒有掛念你 從南 他說小師妹 我先點的旁邊 旁邊這個你的雅穴 再和你敘敘舊啊 你別亂來喔 你知道我是誰 我從前在唐門的十二小時 就要喊我一聲師姐 如今更不得了 他說我家老爺 可是他官人的敗鐵兄弟 他官人都要叫我 家老爺一聲大哥 換言之你還得叫我一聲大勺 是給我端茶漱口 問安的備份 他讓你端茶給他 果然還是宰掉吧 他說小師妹 快看他什麼眼神 快阻止他 不然回去幹嘛 他說不要殺掉 不要 稍微打個頓可以吧 不可以 可是他一直吵 不可以 好吧 他說 還是我的好妹子 你不要一直說話 好吧 先我話多事吧 現在可以不說 不說可以 回去 你別怪我 像我家的老爺 說 我家老爺 可是你的官人的敗把兄弟 難保不會傳入他的耳裡 再無所謂 也無所謂 你是不是知道自己的處境 他們都快美了 你已經沒有靠上了 難道還是掌門千金嗎 他說你家官人 是天下最 最俊美 最出眾的少侠 愛殺他的美 美貌 姑娘 還少不得 他說他其餘的幾位紅顏知己 無一不是 魂武雙全 才色兼備的 騎女子 他說你這部機靈點 換好茶的話 往後日子怎麼過 沒關係 他也是沒有搞清楚狀況 這要委屈 我有新的絕招 新的 研議 他說說這麼多口都乾了 嚴禁於此 我要下山去喝茶 你幹嘛 點點點 他說你去看過掌門嗎 疊在睡覺 最近掌門 氣色不錯 呼吸這個 呼吸正常 只是睡得比較久一點 也許有一天他會突然醒過來 一臉神清氣霜 那樣的話 該不夠好 但師兄說想請可靠的人 護送掌門下去 鄉下安養 是師兄已經找的地方 往後你得清閒可思 去看他 應該比回他們好多 好 一點點 有一些話我不得不 我不知道該不該問 他說你婚後日子可開心嗎 還好 是嗎 那就好 聽說他有幾位 紅粉知己 怕你被冷漠 說看在你夫君的面子上 檸檬總是不會找你麻煩 他說師兄你不回家 他說你又不信他 對 別擔心 我說不定改天就回家 我要走了 會很快嗎 他說有人在客棧等我 那我就送你下山 他說我自己會下山 說得也是啊 你已經會自己下山了 那我送你到山門吧 他說小師妹搖搖頭 C不必了 不行嗎 我就再跟你道別了 他說小師妹像你會不會手轉身過兒去 師妹 問號 他說以後 有空也回來看看吧 我在這裡看大師兄 他們站在一起 他說你帶你的孩子 這個孫子為我稍微住一下 他說到時候你跟你的孩子 孫子說 從前有一個暗默你們奶奶 即使奶奶不喜歡他 還是會 祭他很久很久 點點點 這是什麼啊 全部都問號 公巨人哭哭 他是讓你加那個好感詞耶 是嗎 是不是太噁心了 像我這樣醜八怪 原來 也是不配你記得 他說小師妹一眼不發 身上 琢瀉的鈴鐺 鈴鈴坐牆 原來那個鈴鐺 不是癢的 說我會記得 我會記住你們所有的 他說 師兄 心裡對我這麼好 我以前都不懂 現在知道了 知道了 他說我知道了 他說別哭吧 回去吧 還有家人在等 不是嗎 師妹 離開了 他說就這樣好 我下去吧 小師妹 我不要 以死復會了 最後的下群 最後的下群 最後能做還有什麼呢 應該是其中的一個結局 就是 想一想 就是他的玩法應該是可能前面的選擇 後面的變化 然後他只是跳了很一大段 有這個 這邊都沒有變化 那選這個真的沒什麼用 我把那個什麼 最後的戀滿頭的 竟然要決一死 這樣就全力以赴吧 要死也要多拉幾個人 這個 黑帳這樣 有點滿了 他只給我三本秘笈 因為我覺得現在多賺一些根本就沒有意義了吧 就是 一些工作 乾脆強化自己好了 被揍減免 12月中旬 12月中旬 然後他的時效是上中下 上中下 半招也快用完 來了嗎 最真的去投靠魔教 你不是認真的吧 萬萬不可如此 我那是開玩笑 不過在我看來 武力盟這群跟尼教也半斤 也不過半斤八了 其實魔教也不怎麼壞啊 就是他們教育廳採量的 好像呼手蠻厲害的 其實像我跑上的時候 然後遇到魔教重人 為相名治病 換取這個 柴米 油鹽之類的 不是跟我一樣的 難道魔教之人都是醜臉嗎 不是 他說 不 你看看那個 聖名狼藉的六道 法王 還有更多更壞的 每一個都是爵士魔頭 竟然還有六個 他說想必有人聽過爵士魔頭 三師兄殺人物 我怎麼是魔頭 這個我是不能亂說 我曾聽說過 三師兄專門滿價 六群以上的阿波 傲觀在房裡 得修舊魔教遺傳的邪惡魔 邪惡魔功 害人家 眉開惡度 冤枉啊 但是我一生遵循聖賢之道 阿呼請止呼禮啊 從未這個 惡用荒苗的傳言 但是我也不知道 江湖傳言 偶爾施政也是有的 說不定六道法王 其實人也不錯啊 點點點 有道理 師弟劍 劍勢不妨 亡我死獨聖賢之書 卻 人云 亦雲啊 做師兄自探不如啊 這樣也可以喔 那時候師兄不要太認真的 這傢伙就是 水皮子 損人為樂而已 魔教的話題就到此為止吧 無論如何本門是不可能做死這個污名的 希望咱們的 師父的教誨 是啊我也不過說說 咱們師兄弟 可以寫掉吧 他說魔教最不容的主啊 也好 其輕可憐也好 他們沒有絲毫 這個脫屁於人的念頭 別忘了還有惡師 還有惡師兄投靠魔教 毒害掌門的雜 蛤 最寡沒錯 大師兄死了 惡師兄投靠魔教 然後 害他們現在掌門 就是 瘡患在那邊 他說這比 深仇我無一滷 沒忘 說自掌門中毒臥床 二師兄便不在江湖走動 若想冒仇恐怕 不得也攻上這個六大 是不行的 他說死身 江枝蘇達里 從來沒有見過他翻牙切齒 什麼樣 可見他恨惡師兄實在恨得 很恨啊 他這個 他有些事件是 當下沒辦法處理 然後後面可以 這個 這個真的不能存 來決策的時候 我們就來舉行斷考吧 他說以前確實有這個習俗 自從掌門病倒之後 大師兄辭世 本門屢受重創以後 便有沒有人在為這個 提起 我倒忘了 不過你當時 在這個時候舉行斷考幹嘛 他不是你心中用你的頭嗎 都多久以前的事 如今大禍臨頭 亡羊補牢一番也好 趁這個機會指導一下師弟吧 說若有本領 都不計 乾脆就直接打斷手腳 認出掌門吧 他們平擺無辜送小命 把小命送在堂門 原來如此 日帝這個主意 實質不壞 鬆意雖是狹義 狹盜本色 但上天有後生之德 有取有用之聲 將來還有 各位 不過打斷手腳這太過了 好言相像就好了 說勸 勸不聽再打吧 知不知道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是魔頭 這是幹嘛 考官 我吧 啊沒有 可惜 這個考官還好隨即決定 他說那四師兄就 拜託你擔任考官吧 他說我去下 我和三師兄下場去對練 他說我這次不會再留守啦 師弟有提醒一句話 你可得上點心 別在 師弟妹前 勝三師兄 那如今是帶掌門 你如果勝了他 難免師弟們信心 不會動搖 他說我會 想想 談到這麼遠喔 對啊 我也打不贏他吧 但是我還是想要打贏他 因為我要試看看我到底變強了沒有 水弓 憤怒到 這什麼 傷害增加喔 只有我沒有那個氣了 怎麼回事他怎麼會扣血那我再捅 我按氣 命中 去吧 這按氣真的非常難中 可是中了又很好用 好像捅得太深有點 水弓 水弓 結果按氣把他一直捅中真的是 靠北 他的 最後的逆短勝 跟你拚了 別招 惡我 呵呵 呵呵 我輸了 這回我贏了四弟 你武功進步很多 現在你勝負各班 若你在那裡練練幾年 只怕你不是我的對手 他說你 惡人的攻防 還有塘門武功的神水 看得重地子 目不暇急 眼花繞亂 忠感佩服 不余的賀才起來 門能血量加50 這個還會影響到 如果我已經極限了 結果還是打到這個程度 可是我至少有 比較久 我覺得我要再 我想要把暗器 點到一個極致的話 需要再多打一點 你打鐵石有雜念 他說一錘敲到自己手上 連未開化的猴子都比你好 至少我比他臉醜 心動剪一次 太窄了 可以開發 這個是 盲門小 是怎麼用 裝備等級5 喔 還如此 一下我看看 所以 這個沒有 他只有短鍵 他應該是目前只可以開到這個 如果你想要讓他上去 可是 還是想要 還是想要以暗器為主 像壇門就要玩暗器啊 不然還要玩小刀戳塞太怪了 他說 他說眾弟子 土耳 今日是 武林盟 稻靈之日 弟子回報 正道靈 齊聚三角下有數千之眾 雙子我們仰仗的弟弟 亦然回天啊 他說恐怕今天就是我們唐門覆滅之死 要滅門了 要滅門了 怎麼感覺有限的臉變帥了 他說如今咱們臥閉在床 秉歸靜陽 他說 我為代理掌門 為能力恐嚎 愧對列子列宗 今日唐門亡於我守 我自將清下九旋 附今向祖宗請追 還有 歸處的人 無需死中 活下去也是一種勝利 這邊只走下山去吧 說不肯走 今日水龍死 死在今日 我們哪也不去 因為我們是唐家人 代掌門說的真的是 他說 我就有打算開流 想走人就跟著我後面吧 千錘 千秋罵名 我肯定記我一筆 別擔心 眼見四師兄毫不宜成 賣開步伐 弟子們也隨之騷動 向心力 這是一個家權嗎 所以前面向心力 第一次引導到這邊的 因為他前面的努力是 左右你的後面有些家權 沒有人走 事實如歸 之地零 出來可笑 現在光是想到就會發抖 就算運攻的內力 武功變高 我的骨子還是膽小 沒有後悔事 之死必有 非死者難掩 促死者 他說這時候還在釣書堡 聽不懂啦 這句話一直就說算了 四招如今的說教也太多餘了 就是說啊 他說你和我的師兄弟 今日共死 與共 生死與共 他說 後掌門有人來啦 這麼快就來 低破多少人 一個絕世高手 一個人 何方神聖 是老夫懶著啊 萬里前輩 正是老夫 小子別再無恙 他是誰啊 萬里 銅塵還是什麼 英漢的老者喔 他說 習日達摩座首座 六道俠一 後 還俗啊 人稱俠英的萬里前輩 他說你看起來不像武林人啦 年紀又不輕又換我前輩真乎怪 他說我確實是年過的利爾拜師啊 比同輩都老一劫 戰論這個位 這個位分應該稱為前輩 稱一身為前輩 他說我欣賞你 不過今日來 我來不是來找你的推篇去吧 武林盟還派了一群 蝦冰蟹將來 你且靈 一直去山門堵著 別讓他們愛死啊 無法三師兄讓你來吧 今日 來以你想必也清楚啊 咱們先前一架沒倒啊 且不分高低你就沒機會啦 一元 可汗前輩化的敵我有 他自己是有都無所謂啦 這次我不會留手接招 人家是高手 不是要怎麼打啦 一個比一個愛扯 那暗器我們都比人家輸 叫唐人真的是 管了 然後 暗器 現在就我反而被麻住了 中了齁 換你麻 可是我也麻了 換你中 要閃掉啊 餓啊 毒死你 就我也麻 再麻 再吃我一張 他怎麼也一直丟暗器啊 太扯了 去吧 又是你 餓啊 沒救了 哈哈 他打的每個都比我強這麼多真的是 無言 他沒氣了 他被我扣到沒氣了 撕我一鏢 把我都扣死你 再吃我 啊沒中完了沒氣了 緊張的時刻到了 童你要中啊 啊不要中啊我 每次都差一點 真的是氣死了 他給我的數值 他太美好了 讓我實在能打 他不錯 說是境界的神術也不錯 想必 別來施工 另有其遇吧 他說不僅如此 也不得不說了 老夫稍微有點失望 老夫幾人又天了 說你和那個什麼小友還差得遠 是小師妹的夫君吧 說不過 一來也算是了卻一個心願吧 與你小子 這便是最後一面 老夫去也 我每次都差一下 可是我真的覺得是因為 他真的要有點運氣了 在之後 武林盟 下了六大弟子 這個 絡繹不絕的湧入三門 高喊 剿滅魔教 匡富人間正義的口號 維莎堂門弟子 快死了 這是我最後一張 別慌了 這驕傲傷的擊中 遠眶快死了 這死而不射的魔教的惡徒 其實就是你惡貫 你的知識快快納命來吧 廢話少說吧 有種過來 他說我快死了 沒錯 但是我還有力氣載你們兩個廢物 受你的魄力所射 兩個正道瑕士不由的退去 因為我的臉都臭死你啊 隨著湧入人 越多啊 天下落下了大雨 洗刷了 滿地的血污 我真的快死了嗎 李明 正名傳遍神舟 這個 這個 唐門的最後一人屹立在滂沱大雨之中 我這麼膽小也是 挺到最後以我來說算是不錯了 要輸了 鬥智與景寸的力氣都被雨洗去了 某個無可救藥的故事正在落幕 他說好事 好多事都錯了 真念不甘 為什麼怎麼會變得這麼壞呢 世道如清一切都完了 再也沒有意義了 最後的最後真想見你一面 小四妹 劇中 應該是有不同結局吧 我不知道 可能打贏就有不同結局之類的 很多慘念但是 我覺得 感覺下來我覺得收了 還可以啦 就是 怎麼又行的 果然是夢啦 蛤 這是 地址房 維蒙那群人啊 維蒙是傻啊 這就在開玩笑吧 維蒙就是 什麼都不記得 我是誰 我在哪 會不會是傳說中的失魂症嗎 師弟 你名叫趙佛 唐門外星地址 還記得 信長大分 我們宣布要將這個 衣博傳與大師兄 之後你就混到 這兩千錢的事 你的時間還過得這麼快 總之沒事就好了 手邊有點事 就得走 是令你好生養的 是夢嗎 這兩年我手機的殘疾全是難刻一夢 因為 不知道夢 這個夢見的究竟誰的人生 自由我的旅程 此際我能在什麼 來得及的時代 就平行世界 這應該真的沒了吧 某個人的故事結束了 但某個你的故事才要開始 平行世界 因為我其實我不確定 所以是所有人都會導向這個結局 另外一個妹子 所以應該是固定的結局 我覺得 還蠻期待的 因為我的故事我覺得 他給的故事 他讓你看的故事 是一個 一個 悲傷的結局 對啊 然後 但是 但是我覺得 透過這個方式 包回來 我是覺得還蠻OK的 但是正式版應該是不會有這個吧 我覺得 正式版應該就正常 發展 他的說明有特別說就是 他有很多功能都關著的 然後現在你玩到絕對不是一個 正常的內容 只是說他想要 讓你知道說這遊戲的玩法是大概可能是朝向這個方向 然後 還有很多的功能 是還沒開的 所以不要把它當作是 他的最重的版本 而是只是 他想讓你知道是限制階段是這樣 讓你們去體會他們想要做的東西 還有就是 他們想要表示的一些 這個意境這樣 我覺得蠻不錯的 會期待 就是 在這個版本上 那個故事其實我 我覺得還算是一個短篇 但是我覺得真的還蠻不錯的 說實在 還蠻期待他的到 可是今年看起來好像有得等 應該是不可能 哎呀 希望他可以早點完成他 那這個體驗就玩到這了 然後因為他現在這個可以自己試 你可以 在很多遺憾的時候 督擋從事 就是 知道你覺得 看起來有沒有 不同的變化 這樣子 覺得 也是一種樂趣 一直 一直改變 看最後是不是 到底有沒有稍微不一樣 那我這個就 體驗到這了 短正 像是 你 吃 你 你 吃 你 吃 吃 吃